他昨天在逆風的情況之下 在百公尺是跑出10秒18 對 所以他的速度進步 對於他的200應該幫助還蠻大的 秉慶哥說對了 就是他在前一週其實他已經比完賽回來 是 對 那昨天又跑了兩趟100 我相信他現在身體上應該是還蠻痠痛的 第五道 亞運培訓隊 楊俊翰 昨天100公尺也跑了兩趟 那今天200公尺他毅然決然還是決定參賽 那我想選手的心態都是如此 都想要在自己家鄉父老面前有好的表現 是是 這是有負擔的這種小壓力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對 為了粉絲我要跑 對 不要一直都不出現 不要一直在國外跑 對 對 對 至少要讓這個家鄉的這個 觀眾能看到我跑這樣子 那這也是俊翰今年第二次參加200公尺的比賽 看看他的狀況調整如何 好 我們看到200公尺預賽第五組 這是起跑 那俊翰當然像風一樣 那起跑之後呢 就完全領先斂壓所有的對手 那最後的直到應該沒有問題 輕鬆跑 不要受傷 回到終點 來看一下他的成績如何 好 20秒93 輕鬆跑的情況之下 還是突破了21秒 是 是以比較一個 我們所謂TEMPO跑 是是 我們沒有發揮到 我們就只做一個節奏跑的這個動作而已 那後面 後段不用說了是俊翰的這個強項 那這樣子20秒93 其實現在的狀況不算還OK 對 還行喔 俊翰20秒92 最終的成績 那也拿下預賽的分組第一 當然大家是期待在晚間決賽的部分 俊翰可以帶給大家一場難忘的回憶 是 好那看我的男子200公尺預賽的部分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好那剛剛我們收到大會的最新消息 俊翰200公尺預賽的部分 好像因為彩線的關係 被取消資格 我們看一下畫面 我們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是 哇這個畫面 抓到了啦 這蠻明顯的啦 是是是是 這個無心事過啦 對一定是抓掉 這個沒有任何懸念 他的腳已經非常明顯的踩到線 以及線外 那這樣子他就會因為這樣獲得一點優勢 那 哇很 很可惜 很可惜 今天晚上沒有辦法看到俊翰跑200公尺 那 沒關係啦 對於這一次的比賽 我們來做一下技術的調整 我們來做一下技術的調整 我們來做一下 麻煩了